好 其实我们来谈一下明皇空法 正式我们来谈一下课程 明皇空法里面 那国内法跟国际法的混合 明皇空法究竟它是国内法或国际法 这在学说学界上 事实上众说纷纭 所以我们说它是两个的混合 所谓国内法是说 它是适用在国家主权所及的领域 以一个国家主权的范围所及的领域 最适用的法律 那明皇空法是适用在中华民国的领域 而且我们看一下明皇空法 在明皇空法里面的第八条 我们可以发现 它说航空器所有人使用的人 都要向明皇局申请中华民国的国籍登记 国籍的登记 可见明皇空法里面 它是针对 我们都知道 假设一个法律是以国家 以国籍具有这个国籍的作为规范的对象 我们说称它是国内法 比方说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法 你要先具备中华民国国籍参加全民健保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称叫做国内法 国内法 那国际法是超越国家的主权范围 是国家跟国家 国家跟国际组织所缔结的条约 那以我们明皇航空法来讲 他说你他规范的对象是谁 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办中华民国国家 航空器要办国籍登记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而且在明皇航空法里面的第18条 讲得很清楚 航空器出本法 18条 所以我们参阅这两个法条 88可以看发现 18说 航空器出了本法规定 是用明法或其他法律 相关动产的规定 他说是用明法 那我们都知道明法是属于国内法 是用在国家 在国家主权所及领域 有关于私人跟私人 私人跟私人组织之间的权利物的关系 所以明法是一个国内法 那航空器他是用明法 可见得 明航空法他是一个国内法 所以从第8条国籍的登记 到18条是用明法 我们可以知道 明航空法是一个国内法 国内法 他只在国家主权所及的领域 是用 那也可以讲说 他是为什么讲他是国际法呢 因为我们 他是用国际法的情况 有很多 尤其是国际之间通用的四行标准 所以结果明航局合定之后就可以采用 我们可以发现 在明航空法里面 有很多国际适用的标准 那我们可以采用国际的标准 像国际的标准 那比方说 我们刚刚讲危险物品 来43条 危险物品不得 携带或托运进入航空机 原则上不行 但是他说符合43条 符合第四项所定的办法 或明航局采用的国际之间通用的 危险物品的处理标准 有关于分类识别 那空运的限制 这些相关责任的规定 就不再此限了 所以原则上是不可以携带或托运进入航空机 危险物品 但如果符合国际通用的标准 国际之间通用的标准 那就可以了 所以可见得像我们明航空法里面 有一些规定 他说适用国际明航的标准 所以他又是国际法的性质 也是国家国家跟国际之间通用的标准 那国际通用标准也可以适用 所以我们说他国际明航法 他是国际法 所以可以讲说他国际明航空法 我们说明航空法 他是国内法跟国际法的混合 讲他混合的表示说 他既可能是国际法 也可能是国内法的部分 所以他是国际法跟国内法的混合 他是国家主权所及的领域 那也可以适用在国际四行的标准 所以他国际法跟国内法的混合 我们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在明航空法的23条可以看得到 23条 他说航空产品装备产品这些设备性能 有明航局的定支 那国际之间有四行的标准 国内也可以采用 那像明航空法的121条 他说本法没有规定的涉及到国际书 也可以参考国际公约 跟他赴约所定的标准 可见得国际上一般公用的标准 四行标准 我们说我们明航法 只要明航局合可以后也可以适用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他具有国内法跟国际法的性质 国内法国际法的混合 再来其次 他是公法跟司法的混合 公司法的区分不容易 学说有十几种 我们课本上面有帮你区分 有利益说 主体说 旧主体说 还有包括权力说 应用说 新主体说 这些学说 比较常用的这几个学说 国内公法司法的区分 学说有十几种 我们如果就利益说来讲 很简单 公法就会实现公共利益 那如果满足私益的 那就是司法 这个学说是来自于罗马法的概念 不过现在这个学说有缺点 现在很多的公法不仅是保护公益 它也保护私益 所以你说纯确保护公益的是公法 这也不对 像我们宪法 宪法它不仅保护公公益 在第二章也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权 私权 财产权 人身自由权 这些私权 所以可以讲说 公法保护私公益 司法保护私益 这样的学说比较不符合时代潮流了 所以退步了 退了 那其实是主体说有旧主体跟新主体说 这我们放在课本上面 在课本里面的 你如果看到课本里面的第一章的第五页 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旧主体说来讲 它是法律关系不只规范一方 是国家公共团体的主体 如果这双方都是非国家公共团体 它就是司法 法律规范的一方是国家公共团体 这个法律就公法 如果双方都是私人跟私人 我们就是司法 像民法规范的是买方卖方 规范对买方卖方之间的权利物关系 私人跟私人之间权利物关系 所以民法是司法 像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法所规范的 其中有一方是国家公共团体 我们全民健保的费用 有一方是国家帮我们出 一方是地方政府 一方是自己缴纳 所以这个法律有涉及到三方的权利物关系 其中一方是国家公共团体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公法 这是就权利说来讲 权利说 另外 旧主体说对比旧主体说 权利说规范的是说 如果公法规范是上下不对等的关系 权利说很常用 它以双方的关系是对等或不对等来做区分 如果双方权利关系是对等 那就是司法 如果双方权利关系不对等 那就是公法 所以这个也很有划断 看双方之间权利关系是上下不对等 还是对等的关系 如果双方关系是对等的 那我们就是属于司法 双方关系是不对等 是公法 公法 那这是属于权利说 权利说 应用说是公法不允许任何人抛弃 司法是可以自由抛弃的 那我们都知道 民法公法你不能自由抛弃 你要遵守 你要办国籍的登记 要办申请相关的检订证 事行的标准的检订 所以大作者来讲 从这个部分来看 我们就应用说来讲 民法公法是公法 那就新主题说 叫特别法规说 公法所规范是公权利主体机关 执行职务的法规 它赋予权利客与义务的对象 是公权利主体机关 而不是任何人 像刑法是司法机关审判的依据 所以它是公法 那司法的法规是任何都可以试用 发生权利关系的是司法 就我们民用航空法来讲 它是跟民用航空局执行主有关的法规 所以我们会说它是属于公法 另外 公司法区分我们讲确实是不容易 所以怎么去判断它是公法或司法 确实不容易 那公法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家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那司法是国家公权利主体 跟人民之间施的权利物的关系 施的 通法双方是属于对等的关系 对等关系 民用航空法是交通行政的一部分 统从民用航空事务的行政机关 是实际国家政策 是一切行政所遵循的法律 所以民用航空法它是属于一种行政法规 它是交通行政的一部分 那我们都知道行政法是公法 行政法是公法 所以大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认为 民用航空法是公法的部分 民用航空法它是对事实上 它是属于交通行政的一部分 交通行政的一部分 其实它是实体法跟程序法的混合 民用航空法呢 为什么讲它是实体法程序法的混合 我们说只要是这个法律规范 是实体内容的 它就是属于实体法 包括里面会规范到权力义务责任效果 像我们民法 民法谈的是私人跟私人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 买方卖方之间的权力跟义务 所以我们说民用航空法 它是一个实体法 那程序法是说怎么去实现实体法的关系 包括它的程序步骤 手续步骤 所以程序法又称叫做手续法 民航空法里面有关于登记的顺序 以及包括你要经营航空站 那你应该准备了一些手续步骤 所以其实在民航空法里面有谈到一些手续步骤的规定 所以民航空法它是一个程序法 也是个实体法 大多数它是谈到权力义务内容 那它有谈到一些手续的步骤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民航空法的部分 好 比方说在第八条里面 它说你要办理登记 民航空的登记 那其中登记的部分在第十条 它说你要具备下面的规定 对 才能登记为中华民国国籍的航空器 要航空器是中华民国国民所有 或者是政府机关所有 或者是在中华民国主事务所的法人所有 登登登 那另外 登记的一些顺序 规定在登记规则里面 好 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 程序性的规定 那至于呢 民航空法规范的是航空器这些权力义务 权力义务 比方说 在航空第二章 航空器的部分 航空器呢 可以有哪些权力跟义务的部分 比方说 航空器按照第十九条规定 可以作为抵押权的标的 这个抵押权所有权的移转都要办理登记 那二十条之一 航空器国籍所有权的登记注销 这些都有相关的规则来规定 规定它的权力义务内容 好 那后面包括航空站 包括飞航安全 这里面谈到一些有些实体的内容 所以我们说它是比较倾向于实体法的部分 程序法也有了 手续跟步骤 所以民航空法是规范航空器所有人跟使用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 所有人还有使用人 就是一般我们说乘客 那之间是一种权力义务关系 所以它是比较偏重在实体法的部分 那提供航空国籍的登记这种手续 包括运输业的这种登记的手续 所以我们说它是比较倾向于程序法的性质 所以民航空法它是公法 司法的混合 国内法国际法的混合 那实体法程序法的混合 混合 所以我们讲说它是属于什么 比较倾向于混合性的法规 那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公法 它是一个实体法 它是一个国内法 因为针对的是要申办国籍的登记 具有国籍登记的航空器 那它是跟航空业者之间的权力义关系 不是对等的 那谈的是有关于权力义务 所以我们它是比较倾向于公法 实体法跟国内法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民航法发展的严格 它其实是在民国42年开始 那刚开始的时候 分成有定义通责航空器 航空人员 航空站 航空设备 飞航安全 民用航空运输业 失事责任 罚者负责 所以你看后来之一之二 第九章的之一之二 那个摇空人机 超新载具 那个都是后来新增加的 好 那历经几次的修法 民用航空修法的严格 十二年 六十三年 七十三年 八十四年 八十七 八九九十年 我们课本有附录这些修法的年代 那过去就过去了 不重要 重点在于跟我们比较新的 比较接近的 这个比较近的一百零七年的修法 因为在一百零八年考虑考题 那就考一百零七年修法的重点 好 他说一百零七年修法有哪些重点啊 叫你再要说明 在一百零七年修法里面 增定了民用航空音 所以要遵守一些申报的程序 民用航空音要申报 还有纳入到授权执法规范的范围 再来 也明定遥控物人机在建筑外 开放的空间的飞航活动 要依照第九章之二的规定管理 所以这个就考过深论题 遥控物人机 这个部分 遥控物人机所有人操作 应该负责各样安全管理事件的通报责任 所以在遥控物人机部分 是一百零七年修法里面 比较重要的部分 所以出题率就很高 尤其遥控物人机 它的空间一些规范的管理 以及要遵守的一些规范 那些遥控物人机要办理申报登记 这个部分可能要小心 再来明定起位重量最高 最多重量是250公克以上 它规定你这个重量在250公克以上 或政府机关法人的 那你就应该办理注册 跟标示 就是所谓的实名制 我们今天常讲说实名制 你会办理注册 那不然遥控物人如果出事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这遥控物人是谁的 那规定你取位重量250公克以上的就要 或者机关法人的 机关学校法人的就要 再来 为了防止遥控物人机在规范的进行区 限行区里面飞航 影响到国家飞航 国家安全 所以规定 不能在这些范围内从事活动 以及政府机关法人执行业务 在这个范围内 你要活动的话 也要经过事前的同意才可以 你机关法人要在这个区域的话 要事先申请同意才可以 那一般来讲 在这个进行区限行区 规定原则上是不可以飞航的 那如果是国家机关法人需要 那经过同意才可以 再来 为便利政府机关执行防灾 灾害的防救 侦查调查 矫正 那么你有立即性保密性的任务 那在防空站或飞航 飞行场的四周一定范围内 或者直辖市限市公告的区域内 从事活动 或从事99到14 第一项第二款到第八款的活动 都要经过民航局的同意 你为了 在防救了侦查 这些有立即性的 你要飞航 那你要经过人家民航局的同意 或者是从事在民航法里面 第99条之14 我们要看一下99条之14 他说你要从事遥控热燃机活动 要遵守的规定 他特别注意到针对第一项 第二款到第八款 第一款是说遥控热燃机实际高度 不能超过距离地面水面400公尺 第二个不能用遥控热燃机来投资 喷洒任何的物件 那你真的需要喷洒 比方说喷洒农药 那你要经过民航局的同意 那也不得装载危险物品 我们刚讲过 原则上不得装载危险物品 可是如果符合国际的市场标准就可以 再来 依照99条之17规定的操作的限制 99条之17的规则 99条之17 是针对遥控热燃机这些规 民航局有定定的遥控热燃机的规则 操作规则 好 再来不得在人群聚集室外集会上活动 那有时候室外集会需要无人机来拍摄 空中拍摄的时候 你要经过民航局的同意 不得在日落后日出前飞航 那在目视范围内操作 不得以除矫正晶片以外任何工具 延伸飞航作业 第八 操作人不能再同意操作两架遥控无人机 原则上不能 那你如果特殊的展演的时候 一个人可以操作两三架以上 那个要经过民航局许可 现在不流行无人机在空中排列吗 那个要经过许可 所以二到八款的活动要经过民航局同意 这些 再来也配合新增飞航的实现规范 这是比较新增加的实现规范 是因为上次华航跟长龙 这些机师空姐他们抗争以后 那新增加的飞航实现规范 避免疲劳过度 那落实航空人员跟航空器所有人员 使用人的疲劳的管理 这个还没考 你要记得飞航实现规范的疲劳管理 以及民航空运输业如果有违反停业 结束营业要经过核准 这个过去没有这个规定 这是107年新增加的 你要停业结束营业要先经过核准 不然突然就在让人家臭手不及 臭手不及 之前的远航就是这样 突然就停飞 那让人家臭手不及 那包括相关的退票 以及相关这些民航空人员的安排 都没有经过民航局的核准 所以这个影响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影响飞安也影响到国内的秩序 所以特别这次107年新增加 这个飞航实现规范 也规定停业结束营业要经过核准 那你要申请航线的暂停或中止 因为这涉及到公共利益 所以增订这个规定 所以在107年修法的时候 新增加的一些规范 各位可能要留意一下 这距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部分 107年 那有关于民航空法 过去曾经早期在97年也出现过 他就问民航空法分成几张 叫你减述它的内容 这很要求 减述内容都是你知道 总共分成11个章节 每一个章节在谈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在课本里面 在第一章里面有针对这个部分 跟各位做简要的说明 你大概知道 第一章总者在谈什么内容 我们刚讲立法目的定义 航空事业的管理机关 空域的运用 军用机场的利用 所以每一个法条大致上 它谈什么内容 它的标题 这种题目比较大而化之的题目 所以叫做简数 简单的论述 简单论述 简单论述当然就进你 do your best 能够论述多少就算多少 登登登登部分 总共有11个章节 107年也是叫我们说 是针对修法部分说明 这个部分比较 我觉得比较大的题目 这个留到最后再写 名词定义 第一个要先写 我说如果考到民用航空法 第二条名词定义部分 应该先找时间 先把这个部分给完成 名词的定义 感谢观看